看第三段有肉的感受中无自心乐 这个地方事实上也是在讲这个辛苦的部分 把这个辛苦性就像补充说明一样 又真贪至现前乐受 多是与苦 见减轻时生其乐觉 无有不带除苦至自心乐 这个增加贪染的这种现前乐受 比如说财色迷失税 这种会增加我们贪染心的现前乐受 大多是在苦慢慢减轻的时候 那么生起乐的快乐 那么这个重点是没有不带除苦 它是个自心乐 就是说世间的所谓的快乐都只是暂时除去 前面的痛苦所生起的那种快乐的感觉 比如说你吃饭 吃饭吃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很快乐 那吃东西的时候很快乐是因为前面肚子饥饿 肚子饥饿所以你吃东西会觉得很快乐 你要是前面很饱 那么你吃东西就不会觉得很快乐 可能会觉得很痛苦 很饱了要规定要吃 你可能很痛苦了 所以呢 与苦渐渐减轻 前面的苦是饥饿的苦 然后因为透过吃饭这样的行为 那么所以是前面那个饥饿的苦渐渐减少 在吃饭行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快乐 事实上他只是用因为前面的苦减轻 所生起的乐的快乐 没有说世间的有乐的快乐 所谓有乐就是说跟烦恼相应的 我们刚刚前面讲嘛 这个五蕴生心是来自于过去的 货业的不清净的货业而生的 五蕴生心的这个果 那这个果既然是由不清净的因所生 果必然就是个苦果 只是大苦小苦的差别而已了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个苦果 所以呢这个有乐的感受啊 本身都是个苦 这个所有的感受 虽然有苦受 乐受 舍受 但是这个有受皆苦 所有的受的本质都是苦 那么没有不带除苦的这个自信乐 就说所谓自信乐就是说 他本身就是快乐的 他不是因为前面的这个苦去除 而让你感到快乐 就像我刚才讲 他本来肚子饿 吃东西的时候睡得很快乐 这种吃东西的快乐是因为除苦 除去前面的饥饿而来的 他本身不是自信乐 因为你吃东西吃到饱的时候 你若再接着吃就变成苦了 比如我们今天要发心啊 做上一盘菜吃掉 哇那时候已经很饱了 要发心吃下去 那就很苦 所以他是关带于前面的除苦 而生起的这种乐受 他本身不是自信乐 自信乐就像比如说苦受 他本身是苦 他自信是苦 就像什么呢 你今天在身上刮一刀是苦 刮两刀是苦 不会说刮三刀四刀之后 突然变成快乐 不可能的事情 一刀两刀是苦 十刀一百刀都是苦 这个叫做自信苦 他不是因为前面的乐受 他不必关带前面的乐受减少 而生起的苦 你身上刮一刀 跟你前面有没有乐受没关系 你刮到本身就是苦 那么 刮再多刀就是苦 病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 这个病本身就是苦 不用 就是说 病了一天是苦 病一年是苦 都是苦的 这是个叫自信 本身 他自信本身就是苦的 那么他也不是关带 这个除去前面的乐 而才能够得到苦 不用 本身就是苦 底下举这个种种批语 譬如走久生苦 由坐便能生起乐觉 此难由前苦 由大见减轻时 物觉为乐 见之生起 然此非自行乐 因坐过久 仍又如前生重苦 这是个很好的 体会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这个走久了 走久了会很辛苦 我们就坐一坐 像我们爬山 很累 坐一坐会觉得很辛苦 会生起乐觉 会很快乐的感觉 那这种乐觉呢 它不是自行乐 为什么呢 它是由前面的苦 这个走路 这个前面的苦 由大见减轻时 就是说 你这个坐下来的时候 前面那个苦 慢慢就恢复了 那个疲劳 慢慢就恢复了 这个就是前面的苦 由大见减轻的时候 我们物觉为乐受 就像我们刚刚 举的批语 一个人身上 长了皮肤病 你抓的时候 很快乐 很舒服 那是种错觉 物觉为乐 物觉为乐 见之生起 实际上 它不是自行乐 底下说原因 因为你坐久了原因 坐久了之后 又会像前面 走路一样 又会生重苦 所以这个乐 的感受 它不是自行乐 是第一个 就是说 它是由 它是由前面的苦受 渐渐减少 你错觉 以为是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所谓的乐 如果自行乐的话 它是永远是快乐的 但是呢 你坐久了之后 你会痛苦 坐久 你比如说 坐半个小时 你觉得不错 一个小时觉得还行 坐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五个小时 一直坐 你这个气血不通 你也不舒服 你也想起来走一走 所以它不是自行乐 底下 再说明原因 若是自行乐之因者 运如苦因 任凭如何依附 其苦见真 如是依附 行住坐卧 饮食日光及阴影等 一因任凭 依附及久 便能见其 而许安乐 难见过久 为生痛苦 这我刚刚讲的 不是自行乐的 第二个原因 就是说 如果是自行乐的因的话 应该像苦因一样 任凭如果依附 依附这个苦因 不管怎么样依附 只有苦见真 比如说病 这个病的话 你依附这个病这个苦 你依附短暂是苦 依附久了是苦 苦是见真的 那么底下说 所谓的乐寿 依附行住坐卧 那是饮食 行 比如说我们讲 行久了会觉得住 或是会觉得坐是快乐 但坐久了 坐久了之后 慢慢的 他就不快乐了 就不像那个 不像那个前面那个苦 苦久了还是苦 不会转成快乐 所以 行住坐卧是会也是一样 坐久就想站 站就想坐 或躺一躺 或甚至坐久就想躺一躺 躺一躺 又想起来走一走 这个都是 这个本身是一种 辛苦的境界 然后 因为他本身就不是自心乐 然后你在站 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快乐 那只是前面的痛苦减少 你的错觉 以为是快乐 那是饮食 就刚刚讲的 你因为饥饿的 前面饥饿的痛苦 你吃饭 你会觉得快乐 但是 这个 等你吃饱了 你再美好的饮食 你吃下去都是痛苦了 所以饮食也不是自心乐 日光跟阴影也是一样 在阳光底下晒久了 想到阴凉处去避一避 但你在阴凉处待久了 我觉得这个 前面寒气太重了 又想到太阳下去晒一晒 日光阴影等 也是一样 也是 应该任凭的衣服多久 反正如果他自心是乐的话 也应该任凭 衣服多久 变得渐渐的升起 渐渐升起 而许 安乐 也就能够渐渐升起 这么多的安乐 阳光底下 阳光底下晒要是快乐的话 你会越晒越快乐 但不是啊 你晒一晒你就受不了了 其他都是一样 行动作物等等都是一样 所以燃见过久 为生痛苦 底下说 是等一如入胎经 及四百论本事所说 这些 这个道理 在入胎经 还有四百论本事里面 都有详细的说明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思维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总苦 所以 所谓这个总苦就是说 这个苦 大体上来说 当然不见得每一个了 像八苦 它并不见得片于三界 但大体上来说 这些苦 都是片于三界的 称之为总苦 那么尤其这个八苦不见得片于三界 但是这个六苦 基本上 它就是片于三界 三界当中每一道 都有具处这六苦 那接着呢 鬼二在思维轮回当中的别苦 个别 这个六道当中 个别个别的 这个痛苦 分为四段 子一 三恶虚苦 子二人苦 子三非天苦 子四天苦 所谓非天就是阿修罗了 因为它有天的福报 但是它没有天的这个德恨 所以称之为非天 这个非天指的是天界的阿修罗 不是人道 或恶鬼道 是天界的阿修罗 那子一的 三恶虚苦 如前已说起 前面在下诗道当中 介绍三恶道 第一恶鬼出生的苦 那我们已经学习过 观察过了 三恶道的苦 他看到子二的这个人苦 因之人有饥渴寒热 不悦意处 追求疲劳 所生重苦 又如前所说 生老病死 等其中苦 人道苦事上 就是这种八种 那这个八种 当然包括 这个因为你有这个身心 这个五云身心 所以会有这个饥渴寒热 等等不悦意的 不悦意的种处 还有追求 还有这个 追求后的疲劳 所生的重苦 那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总化的来说 就是因为有这个身心 所以会有这个 种种的这种 这种辛苦 这些都包括在内 那还有呢 前面所说的 生老病死等七种苦 所以合起来就八苦了 人道当中 最主要就是八苦 自量论云 一切恶趣苦 人中亦可见 苦逼等地狱 贫如原磨成 始终畜生苦 强者愚弱者 压迫及伤害 入洞大腹流 那这个 在自量 在这个普利道 自量论里面 他说啊 一切恶道当中的苦 人中当中也可以见 这个就是天台里面讲 天台中所说的 始法界 各具始法界的这个道理 这个人法界当中 也有人法界当中的 始法界 那始法界当中 四胜六凡 但是每一道当中 各个的具足始法界 比如说你在 人法界 我们相信人道众生 你在念佛的时候 就跟人法界当中的 佛法界相应 你在一念菩萨功德 声闻功德的时候 那么跟 这个菩萨跟声闻法界相应 乃至于 底下讲的 一切恶趣苦 人中亦可见 伤道的痛苦 在人道当中 也是可以见到的 什么呢 比如说 苦逼等地狱 为苦所逼 就像等同一样 入地狱 就像 这个有的人 他生病 比如他生了重病 重病的时候 他 这个病发作的时候 感到全身就像 火来烧一样 或者全身像 刀的割一样 或者这个身体 就像被这个大石头 压扁 压迫 那种痛苦 就像地狱的痛苦一样 所以苦 比等地狱 就人道当中的 地狱道 相应 显现出来 所以有的人会错觉 以为说 佛陀讲的 这个地狱恶鬼出生 它只是一种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如说你今天生了重病 这个就是地狱 等等的 事实上 他们认为 没有真实的地狱 事实上不是的 真实地狱也是有 实法界各个具足 历历分明的显现 但是呢 每一道当中 各个又具足美 又各个具足实法界 好像为苦所逼 像入地狱 入地狱一样 拼入研磨城 研磨城是 恶鬼道住的地方 有的人很贫穷 你看像那个非洲 那个 你看那个非洲 那个 那个有的 吃不饱 那个这样子 就跟真的 像恶鬼道一样 肚子很大 四肢很瘦小 然后 那个都没有 没有东西可以吃 完全 完全处于饥饿的状态 到饿死为止 就在 人道当中的 恶鬼道相应 那 人道当中 畜生道的像什么呢 畜生道的苦 就像 强者与弱者 压迫及伤害 畜生道就是 弱弱强食 大于是小于 小于是小虾 那么人道当中的 这种 这种强者欺负 弱者 对弱者的这种 压迫跟伤害 这个就是 人道当中的 畜生道相应 所以有时候 我们人的行为 有时候跟畜生道 实际上是相应的 那未来果报 当然就是去三个道 底下结论 如同大瀑流 就是说 上面所说的这些苦 人道当中的 这三个道的苦 就像大瀑布的水一样 源源不断 无穷无尽的 这个意思 人道当中的苦 是无穷无尽的 这是自良论的开示 看下一段 四百论中一云 上流为义苦 拥者从生生 二苦日日中 摧坏死世间 因如所说而思为之 在四百论里面当中 他说 上流 这个上流的人 就是指的是 他这个福报比较大的人 福报比较大的人 为义苦 他主要的苦 来自于新的苦 因为他没有这种 身体的饥饿的苦 那么他可能病 他可能 如果生病了 可能他有钱 可以去医治等等的 他主要的苦 是新的苦为多 为什么呢 就像龙树菩萨说的 诸欲求食苦 得食多不畏 四十块热闹 一切无乐食 他这个 得食多不畏 他福报大的人 他保持他的权势 地位 财富 眷属 各方面的福报 这种福报的果的时候 他要更加的努力 比以前的 比以前的 可能努力还要更多 才能保有这些 可爱的境界 那保有这些 可爱的境界的时候 那当然 是苦 那当然 义苦 内心是苦恼的 压力很大 他那个 可能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晚上睡觉 要吃安眠药 尤其像那个 很多那种 很多这种 这种物质温民 发达的欧美国家 他们吃安眠药 就像我们吃饭一样 就是 很多啊 就是 安眠药或者镇定剂 很多人要吃这个东西 才能睡得了觉 就是 上流为义苦 庸者从生生 庸者就是普通人 福报一般的人 大多从身体的苦 这个身体的劳 这种 那种劳动的苦 而生起的 他们 这相对的 当然上流的人 也会有身体的苦 庸者也会有 这个心的苦 都会有 只是说比例上来说 上流 福报大的人 内心的苦多一点 内心的压力 苦受多一点 普通的人 他身体的劳动 劳动 会多一点 劳动的苦 会多一点 好 然后呢 二苦日中 二苦指的是 这个辛苦 跟辛苦 摧坏此事件 摧坏此事件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 都会 为二苦所摧坏 这个所折磨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这个能量 不断不断的耗损 要摧坏此事件 那么应如所说 而思为之 这个人去的苦 尤其我们是人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 对于我们人道当中的 八苦 真的要很 这个就是很 仔细的 去思维它 八苦各具五相 就是你把它 就说你刚开始 你不能背 没关系 你把它做个小抄 这个深苦五相 乃是 这个无需应苦 五相 你把它做个小抄 记下来 或者是根据我们 那个 那个修法 以轨里面也有 然后就去思维观察 好 看子三的非天苦 就是天的阿修罗的苦 诸非天众 难忍天人富饶 而生嫉妒 并亦以苦恼 好 这个天的阿修罗 他很难忍受天人的富饶 因为就说 他的福报跟天的福报 差不多 当然没有天人大 但是呢 因为差不多 所以你当 你会跟你差不多人比 他不会跟人大众生比 就像你看世间的人 有钱的跟有钱的比 没钱的跟没钱的比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你会跟他比 就是跟你同一类 差不多类的 那他跟他差不多类 就是天人 富饶 五欲自在 这个时候 这个内心的嫉妒 那么内心嫉妒呢 但是 嫉妒不能了事 他也得不到 所以令义苦恼 这是第一个 内心的嫉妒的苦 阿修罗的这个心 嫉妒心特别的强 天人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多嫉妒的心 相对天人的心 就善良很多 没那么多嫉妒 所以像有的人 他修福报 很积极的修福报 但是那种 人我对立的很强 想跟人家竞争 比赛 谁修的福报多 谁得到福报大 这个最后 修很多福报的话 如果他没有造恶业 修很多福报 最后可能就变成 阿修罗了 天阿修罗 再来呢 因此因缘 与天交战 遭受洁生 撕裂等株痛苦 好 然后呢 因为因此因缘 嫉妒 那嫉妒的话 得不到 那当然就用强的 想要抢 那想抢的时候 就跟天人交战 打仗的时候呢 就遭受这个 洁生 就身体被割 割结 或撕裂 天人那个 可能那个 兵器啊 法器特别厉害 能够 杀了之后 把这个 这个圣灵 撕裂开来 不过他是这样 这个天也是一样 阿修罗也是一样 只要头没有断掉 他就不会死 手被砍掉之后 很痛啊 但是还可以长出来 但是头被砍掉 就没了 就死掉了 再来呢 非天虽具智慧 然有一手账 故 作为彼身不堪见地 这非天虽然这个智慧 这个天 还有阿修罗 他们这些福报大的人 他智慧 其实比我们这个 人道中生的 这个常人的智慧还高 欲接天啊 阿修罗 他们的智慧 其实是比我们高的 但是呢 一样都只有一手账 像天上 欲接天的天人 太快乐了 像我们在很快乐的时候 你要叫你思维拔苦 除非是要来上课 不然没办法 不然的话 叫你 正在想到快乐 一个人正有权势 有地位 有种五欲献钱的时候 你就要去思维拔苦 他不太愿意去思维 因为 这个不随身 他现在的心情 太快乐了 那阿修罗是什么呢 阿修罗的一手账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心太强了 基督心 承认心太强了 所以呢 他这种负面情绪太强了 所以 他虽然智慧比人道高 但是这一手账的障碍 这一手国报的障碍 所以 不堪见地 所以 他也没办法 成就法器 来修行 证得 这个剑道位 大小生的剑道位 这是第三个非天苦 这看子世的天苦 这个天苦包括 这个玉界色界 无色界 三界的天 三界的天的苦 这当中分为两段 第一段 玉界的天的苦 这是一类 第二类呢 是上二界 色根无色界天的这个苦 这是第二类 那么 我们观察 我们观察 这两种的这个苦 玉界的天的苦 是比较粗啊 他跟阿什罗打仗 什么一大堆的 比较粗 那么 色界跟无色界的天 没有这些人间的事 没有人间 这些初衷的事 但是他也是有他的苦 好 看到第一个 玉天 丑异玉天的苦 分为三段 迎一呢 死莫堕落之苦 迎二 缺弱之苦 迎三 结断 撕裂 伤害 屈病之苦 尼的这个死莫堕落之苦 分为两段 毛一的死莫之苦 毛二 堕落下属之苦 看到这个毛一的死莫之苦 教一往期 享用天语所称安乐 与临终时 与临终时 兼无死相 由此所称痛苦 由大 就是说 天人他的苦 这个死莫的苦 事实上 不是像我们 生归剥壳的这种苦 天人没有这种苦 因为他是化身 不像我们胎生 有这种生归剥壳的 或者病 死的时候生病的苦 天人没有 他福报毕竟还是很大的 但是为什么他要死亡的时候 他会苦呢 主要是内心的苦 为什么呢 比较往过去 享受天狱的这个安乐 因为这个比较 才会有苦 就是说 因为他 天上火爆 享受完了 未来 如果堕落在人道 即使生长到人道的大富人家 对他来说 也是苦 也是很大的苦 因为就像这个经典里面说 人大的众生 这个臭灰 上冲 天空四十万里 所以 为什么我们 很难看到天上的神仙 因为他不太来 就像这个 你没事 我们这个厕所还好 像各位要是 小时候那种 比较落后的地方 那种毛坑 你没事不会去毛坑 坐在那个地方打坐用功 不可能的 那个地方 上完就赶快出来了 可能上去的时候 还捂着鼻子 戴着口罩 受不了 天人也是一样 你说 就算到人世间的大富人家 就像我们今天 要多了粪坑 粪坑里面有的虫 它比较 吃得饱满 有的虫 没什么东西可以吃 你不会说 这个粪坑里的虫 吃得饱满 你就欢喜 不会啊 这个 相对于天上的 五欲的自在 还有五欲的亲近 天上五欲的相对人间来说 都是很亲近的 吃的东西不会拉出来 没有这么粗重的东西 那么相对这些快乐 临终时的时候 见到五指向 五衰向线 知道天府快想尽了 快多了人间了 这种内心 是很难过的 所以 有始所生的痛苦 特别的大 就像一个 这个有钱人 他变成 一个亿万富翁 突然变成乞丐 跟一个 本来就没什么钱的人 变成乞丐 那个心情的痛苦 是完全不同的 那天人 他知道 最后要堕落人间的苦 是特别的大 那底下 他介绍五衰向线 五种死相 深色丑陋 不安于坐 荒漫枯萎 衣服够染 衣服染垢 伸出其所 未出之汗 这个天人的五衰向线 包括深色丑陋 本来很庄严的天 会放光的 光明越来慢慢减少了 相貌也没那么庄严的 然后再来呢 不安于坐 天人都有法座 尤其天子他们都有他们的法座 他坐不住 那福报不够啊 这个法座坐不住 就像听说那个 明朝末年的传王李志诚 打到北京去的时候 看他龙椅啊 听说他想 看看坐着龙椅的感觉怎么样 他也坐上去 就他坐上去的时候 听据说 那个龙椅 他就开始动起来了 很恐怖的样子 他刚刚跳起来 他知道福报不够啊 做不了皇帝 那这个福报不够的时候 他这个不安于坐 坐在法座上 就是坐立不安 他来花慢枯萎 天上这个自然的 自然的花慢 枯萎了 再来呢 衣服 这个染垢 这个衣服啊 因为这个身体慢慢不干净了 那么所以衣服慢慢会有这个染污 会有垢汇 本来天人是很干净的 没有这个东西 再来生 这个身体会排汗 生出气球 喂出就汗 就汗垢 跑出来了 甚至一些 天女啊 眷属啊 慢慢都远离他 因为他 大家都知道 他五衰相限的 快死了 那天人也是很现实啊 就全部远离他了 因为大家在一起就是玩嘛 那这个人快死掉了 就不跟他玩了 而且 这个臭灰啊 跑出来了 那个身色丑陋啊 大家都不想跟他 都不想跟他玩了 好 那这个说 五衰相限的时候 知道快死 而且要紧是知道 死了之后的去处 内心痛苦又大 这是第一个 死末之苦 毛二呢 堕落下属之苦 如亲友书云 从天世间死末以 堂若全无少于善 或无自主 住处身 恶鬼地狱人一处 这个 像龙树菩萨清友书说 从天上世界呢 死掉之后 堂若 他的天上就一路享福 好 没有 然后呢 把那福报全部享完了 再没有少 剩余少善 少的这个善啊 可以到人道去 那么 后来呢 当然自然然 福报享尽的 就无自主的 无法控制的 就住以畜生 恶鬼地狱 就自然然的 就他三个道去的 再来呢 经典里面说 为什么天人死后 会堕落三个道 很多多的 大部分都会堕落三个道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他死后内心 死的时候内心忧愁 比如说 他本来 只是堕堕到人道 他堕到人道的时候 但是他看到人道的苦 就像我们 看到我们 要堕落粪坑一样 那种感觉一样 但那个 他看到他堕落人道的苦 他内心的 忧愁烦恼的加持 所以本来他不用到三个道 但因为忧愁烦恼的加持 结果他堕落三个道 这个叫堕落下属之苦 那么这是属于 这个 淫医的死末 堕落之苦 死亡之后 堕落的事情 淫的人呢 阻弱之苦 具有极大福具诸天 享有极为殊胜妙裕 福博天子 建议心生缺弱 承受极大忧苦 这个在 这个 天上啊 也是很现实的 就是说啊 他虽然说 没有像人道 这个弱弱强 是这么残酷的事实的 但是也是一样 有大福报的诸天 那么跟福报差的人 这个天人 福报享受 差很多 然后呢 大福报的诸天 有时候还是会欺负 福报比较差的 这个天人 当然没有像人道 那么恶劣 但是还是会有 威得力的逼迫 还是会有 所以 这个大福报 就具有大福报的这个诸天 御界天 就会有很殊胜的妙裕 这种 无欲自在 很殊胜的 很亲近的 所以福报天子 见到之后呢 心生缺弱 就像一般的世俗的人 也是一样 一个 一个很贫穷 下贱的人 看到福报大的人 他自然而然就 没有什么理由 自然而然就想 赶快回避 道理是一样 那么 甚至 另外再加上 我们刚刚讲的 福报大的 对福报差的 会有那种 威得上的 或甚至行为上的 一种逼迫 压迫 那么这个 他承受 极大的 这个优苦 这个 这个 甚至啊 不是 不是每个天上的天人 都可以 都可以 受用天上的饮食 有的天上天人 福报特别差的 他还要到人间 来找食物的 都有 在经文上的记载 当然他找人间的食物 不会像我们吃的 那么粗重 相对来 我们来说 还是比较好的 但相对于 天上的天人的食物 来说 就差了一大截 好 大家看 银三 截断 撕裂 伤害 屈病之苦 天与飞天交战之时 遭受 截断肢体分支 撕裂其身 及伤害苦 若断其头 鼻及死磨 截断 撕裂其余 肢体分支 虚幻如故 天跟飞天的阿索罗交战的时候 大家都有兵器 而且大家 实力都差不多 有时候 今天你赢 明天我赢 实力都差不多 所以会遭受这个 截断肢体的分支 肢体分支 就是手脚了 这个被截断 或者撕裂他的身体 这个 对方那个刀剑砍下去 身体被撕裂掉 还有甚至这个 伤害了这个痛苦 有可能会被杀 杀死 都有可能 那么底下书 补充说明 如果头断了 鼻及死磨 如果 天跟飞天都是一样 头断了 就死掉了 就没办法再生出来了 但如果被截断 撕裂其他的这个支分 续缓如故 他那个福报力 还有神通力 马上 手脚断了 还能够再长出来 但是 还是痛苦 不是说 手脚被割的时候 没感觉 不是 还是痛 一样的 再来 驱病者 具足大力诸天 若喜奋会 则将力若天子 逐出住所 逐出住所 对 好 就是说 这个驱病什么呢 就是 这个福报大的 大力诸天 看到这个底下 看到这个底下 福报比较差的 比如说服侍他的 这个底下这个天子 天人 或者是说 跟他在一起的这个眷属 什么事情 触恼他的 他一起奋会的心 一起撑恨心的时候 就把这个 这个利弱的天子 这个福报差的 把他赶出去 好 是有这个驱病 的这个痛苦 好 那么 这个丑于是介绍的 这个欲戒天 的这个痛苦 所谓欲戒天 因为就是说 他还有饮食 还有男女的欲望 那个所以称为欲戒 只是说 当然他这个 隐私跟男女的欲望 比我们人道来说 那是 这个六欲天 是一层比一层的淡薄 但是都是有的 那么所以 都是有的 所以都还会有一些 什么像打仗 或者是互相 这个驱逼的 驱病的 这些痛苦 像他丑二的 上二戒天的苦 上二戒就是 色戒和无色戒 成天修禅定的天人 的这个苦 尤其是外道天 的这个苦 分为两段 第一段 上二戒天 虽无苦苦 然具烦恼 及诸障碍 于死 于住 无法自住 故而出众所苦 这个上二戒的天人 这个色戒跟无色戒的天人 没有苦苦 他没有这个老病 死当然有了 他这个没有这个老病 是这样的 这种痛苦 那么也没有什么 特别什么寒热 这种痛苦 也没有 因为他都是安住在 这种禅定的境界当中 享受这种禅 禅乐的快乐 但是呢 他本身具足烦恼 还有这个 种种的这个障碍 也就是说 他有过去的 过于身所累积的 这种烦恼 或 还有业的这个障碍 所以呢 于死于住 无法自在 他死无法自在 或住 住于这个 住于这个 他这个上二戒天 也无法自住 这个 最高的 这个 这个 非想非非想天 说明 八万大戒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长寿 这是 这个三戒当中 最长的说明 就八万大戒了 但是呢 八万大戒完了 还是要死 那么 色戒天 那当然没有 没有到那么长的说明 所以都还是会死 对这个死 这个事情 还是住 住在这个世界 不死 他是无法自住的 所以为 粗重所苦 这个粗重 可以解释说烦恼 因为 这个烦恼 指的不是今生 而是过去生 过去生的 烦恼的种子 就滋润 他继续 在六道当中 继续投身 这个是 他控制不住的 当然 这个外道天 他都以为 他得到涅槃了 他说明很长 或他烦恼不起 他都以为 他得到涅槃了 但是呢 当 他福报要想尽了 禅定 慢慢要退失了 这个说明 天的 上二戒天的 说明要结束了之后 他都知道 原来这个不是涅槃 那也来不及了 好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有再次堕落二戒的痛苦 因为他这个 这个过去生个烦恼的种子 那么 有这个烦恼的种子 甚至会有三二道的种子 那么 有三二道的种子的话 他临终只要 一念的谜 一念的这个错乱 就还是有可能 堕落三个道 各位想 从上二戒天 堕落到地狱为出生 或者差距多大 看这个文 又自量论云 色以无色天 以超出苦苦 以定乐为性 注解不动摇 燃费中解脱 仍将重比多 这个色界跟无色界天 已经超出了 这个事情的苦苦 没有这种老跟病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以定乐为性 以禅定乐为他的自性 为他自性 就是说 他的本质 可以简单讲 他的本质 就是跟产丁乐相应的 是很快乐的 那么可以说 只有这个坏苦 还有这个辛苦而已 但是呢 而且可以 这个注解不动摇 甚至这个 有的天人寿命很长 可以经好几节 安住了好几节 不动摇 在这个定境当中 不动摇 然而呢 不是终究 这个解脱 当福报想尽了 他说明结束了 仍然将重比 这个上二阶天 来堕落 甚至有可能堕落三个道 都可能 底下接着说 四以得超出 恶趣苦漩涡 虽历然站住 犹如鸟飞空 如同利射箭 最终必多多 他似乎已经超出 这种伤恶道的 这种痛苦的漩涡 地狱鬼出生 跟上二阶天 这个差距太大了 似乎 好像超出了 那么 虽历历站住 他们也是很努力的 你看外道 外道的修行人 他们也是很努力的 修禅定 修他们外道的法 禅定啊 苦恨啊 这种外道的法 他们也很努力的 想出一轮回 他们也知道轮回 像印度的修行人 他们都知道轮回 他们也很想 努力的超出轮回 叫利利 所以利利呢 然而站住 他们却只是暂时 安住在禅定的境界当中 不是真的出轮回 底下举个屁 就像什么呢 明鸟飞空 明鸟 这个往天空飞 再怎么飞 终究还是要落下来 还是要到地面上休息 不可能一直往天空飞 飞到外太空 不可能 就像同力射箭 这个小孩子 往天空射箭 射箭 就一定会落到地面上 最终必躲落 这个如鸟飞空 同力射箭 就像上二阶天的天人一样 暂时的安住 在禅定的境界当中 最终 还是会到 三个道 早早晚晚 底下说 如灯煮久燃 刹那刹那坏 收尾行转变 诸苦所准害 就像这个灯煮啊 好像可以很长时间的 这个燃烧 但是呢 它实际上已经在 刹那刹那的变坏当中 刹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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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个缩短 这个蜡烛的长度 这个蜡烛 这个灯煮的蜡烛了 这个不断不断地烧 看起来好像在久住 事实上是 长度不断不断地 在减少 刹那刹那的坏 刹那刹那变坏 那么也可以说 这个 这个长度缩短是一个 那么也可以说 它这个是一种 像辛苦的境界一样 刹那生刹那灭 刹那生刹那灭 因为 这个灯 这个灯柱 这个热的力量 引发这个火 那么火的这个力量呢 会继续加热 这个灯柱 然后引发下个火 所以前面的火会引发 这个 前面的火会引发 后面的火 或者说 这个灯柱跟火 这个互相 互相加热 互相引发 那么事实上 这个是刹那刹那 这种 变化 无常变化的境界 那么 受惟性转变 那么 这个时候就是在 刹那刹那变异当中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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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诸苦 所损害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他仍然是在 刹苦 所逼迫的 这个境界当中 只是说 他们不知道 我们刚才前面讲完 刹苦是圣人 所才了知的 那这个 如灯 如灯 煮 久然 常那常那坏 受惟性转变 除乎所损害 他们仍然有 辛苦的 这个苦恼境界 好 那么前面 这个心意就是说 四为苦地 趋入轮回 好 是说我们要 生 就是说 心意跟后面的心二 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果想生起 解脱三界的 这个出离心的话 好 这种意乐要生起的话 就叫四为苦地跟极地 那苦地我们介绍完了 轮回总苦 这个八苦六苦 还轮回别苦 这个六道个别 个别苦都介绍完了 好 那心意的这个 四为极地 这个部分 我们下次再说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 讲到这个地方 向下文长 付代来日 回向